光阴里有多少故事 人世间就有多少个值得活着的理由 欢迎收听汪曾祺精品散文集 万物可期 人间值得 演播紫云金石雕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您的订阅收听 自得其乐 孙黎同志说 写作是他最好的休息 是这样 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 是最充实的时候 也是最快乐的时候 宁谋祭酒 心燃命笔 人在一种甜美的兴奋 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 这样的时候 真是虽难面亡 不予异言 写成之后觉得不错 提刀确立 四顾愁愁 对自己说 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此乐 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但是一个人 不能从早写到晚 那样就成了一架写作机器 总得插乎插乎 找点事情逍遥逍遥 通常说得有点业余爱好 我年轻时爱唱戏 起初唱青衣 没派 后来改唱渔派老生 大学三四年级 唱了一阵昆曲 吹了一阵笛子 后来到剧团工作 就不再唱戏 吹笛子了 因为剧团有许多专业名角 在他们面前吹唱 真成了班门弄斧 还是以藏桌为好 笛子本来还可以吹吹 我的笛风甚好 是满口笛 但是后来没法再吹 因为我的牙齿 陆续掉光了 撒气漏风 这些年来 我的业余爱好 只有写写字 画画画 做做菜 我的字 照说是有些基本功的 当然 从苗红模子开始 我记得 我苗的红模子是 木春三月 江南草长 杂花生树 鸟鹰乱飞 这十六个字 其实是很难写的 也许是写红模子的先生 故意用这些结构 复杂的字来折磨小孩子 而且红模子底子是欧字 这就更难落笔了 不过这也有好处 可以让孩子略溃笔意 知道字是不可以乱写的 大概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 那年暑假 我的祖父忽然高了性 要亲自教我论语 并日课大字一章 小字二十行 大字写闺风碑 小字写闲邪公家传 这两本贴 都是祖父从他的藏贴中 选出来的 祖父认为 我的字有点财分 讲了我一块 猪肝子端页 是圆的 并且拿了几本 出透的字帖给我 让我尝看看 我记得有小字 麻姑仙坛 于世南的 夫子庙堂碑 储随良的圣教续 小学毕业的暑假 我在三姑父家 从一个姓伟的先生 读同城派古文 并跟他学写字 伟先生是写卫碑的 但他让我临的 却是多宝塔 初一暑假 我父亲拿了一本 影印的张猛龙碑 说 李最好写写卫碑 这样字才有鼓励 我于是写了 相当长时期张猛龙碑 用的是我父亲 选购来的特殊的纸 这种纸是用稻草做的 纸质较粗也厚 写卫碑很合适 用笔顺沉着 不能浮华 这种纸一张有二尺高 尺半宽 我每天写满一张 写张猛龙碑 使我终身受益 到现在 我的字的肩价用笔 还能看出痕迹 这以后 我没有认真淋过帖 平常只是独帖而已 我于二王叔 未溃门径 写过一个很短时期的乐意论 放假了 因为我很懒 行嚷 丧乱等帖 我很欣赏 但我知道 我写不来那样的字 我觉得王大令的字 的确比王友军写得好 读颜真卿的纪直文 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颜字 并且对颜书 从二王来之说很信服 大学史 喜读宋四家 有人说 中国书法 一坏于颜真卿 二坏于宋四家 这话有道理 但我觉得 宋人字是书法的一字解放 宋人字的特点 是少拘束 有个性 我比较喜欢 菜经和米符的字 有人说 米字不可多看 多看则终身摆脱不开 想要升入尽堂 就不可能了 一点不错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打一个不太好听的比方 一写米字 犹如寡妇失了身 无法挽回了 我现在写的字 有点张猛龙背的底子 米字的意思 还加上一点乱七八糟的影响 形成了我自己的 那么一种体 隔运不高 我已爱看碑 邻过一遍张千碑 石门鸣 西侠颂 看看而已 我不喜欢曹全碑 盖汉碑好处 全在筋骨张开 意态从容 曹全碑 则过于倒置了 我平时写字 多是小条幅 四尺宣纸 一材为四 这样把书桌上 书籍信函 往边上推推 撕开纸就能写了 正儿八经的 拉开案子 铺了画毡 着一写字 好像练了一趟气功 是很累人的 我都是写行书 写真书太吃力了 偶尔也写对联 曾在大理写了一副对子 苍山腹雪 泻海流云 字大静齿 字少只能体肩力转 那天喝了一点酒 字写得飞扬拔汉 亦是快事 对联字稍多 则可写行书 为武夷山一招待所 写过一副对子 四围山色 临窗秀 一夜牺牲入梦清 字泼清秀 似明朝人书 您正在收听的是 汪增齐精品散文集 万物可欺 人间之得 下集更精彩 光阴里有多少故事 人世间就有多少个值得活着的理由 欢迎收听汪增齐精品散文集 万物可欺 人间之得 眼波紫云金石雕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您的订阅收听 我画画没有真正的师承 我父亲是个画家 画写艺花卉 我小时候爱看他画画 看他怎样布局 画花头 定枝梗 布叶 钩筋 收拾 提款 盖印 这样 我对用墨 用水 用色 略有领会 我从小学到初中 都已画名 初二的时候 画了一副墨盒 表出后挂在成绩展览室里 这大概是我的画第一次上表 我读了高中 重数理画 功课很紧 就不再画画 大学四年 也极少画画 工作之后 更是酒费画笔了 当了右派 下放到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 结束劳动后 倒画了不少画 主要的作品是两套植物图谱 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 一套口膜图谱 一是淡水彩 一是钢笔画 摘了帽子回京 到剧团写剧本 没有人知道我能画两笔 重年画笔是运动促成的 运动中没完没了的写胶带 实在是烦人 于是买了一刀原书纸 与写胶带之空隙 撩抹一气 少数郁闷 这样就一发不可收拾 重新拾起旧营生 有的朋友看见 要了去 挂在屋里 被人发现了 于是修画的人见多 我的画其实没有什么看到 只是因为是作家的画 比较别致而已 我也是画画卉的 我很喜欢徐清腾 陈白阳 更喜欢李富堂 但受他们影响不大 我的画不中不息 不经不古 真正是写意 有很大的随意性 曾画了一副紫藤 满纸淋漓 水气很足 几乎不变花形 这幅画现在挂在我的家里 我一个同乡来问 这画画的是什么 我说是 咒语初情 他端详了一会儿说 诶 经你一说 是有点那个意思 他还能看出 彩末之间的 一些小块空白 是阳光 我常把后期 印象派方法 融入国画 我觉得中国画 本来都是印象派 只是我这样做 更有意义而已 画中国画 还有一种乐趣 是可以在画上提诗 可寄一时之性意 疏感慨 也可以发一点牢骚 曾用干笔蘸墨 在浙江皮纸上 画冬日菊花 提诗带简 寄给一个老朋友 诗是 心漆清茶 饭后烟 自骚短发 腹清宣 枝头残菊 开还好 留得秋光 过小年 为宗仆画牡丹 只占纸的一角 提约 人间存一角 辽放测枝花 欣然一字得 不共赤成侠 宗仆把这首诗 念给冯友兰先生听了 冯先生说 诗中有人 今年洛阳春寒 牡丹 置期不开 张康康在洛阳等了几天 拜幸而归 写了一篇散文 牡丹的拒绝 我给他画了一幅画 红叶绿画 并提一诗 看诸成碧 且由他 大道从来 直四侠 见说洛阳 春所末 牡丹拒绝 浊繁花 我的画 随性而已 只能自己玩玩 宋仁是不够格的 最近 请人刻意闲章 只可字一月 用意压角 是实在话 体力充沛 材料凑手 做几个菜 是很有意思的 做菜 必须自己去买菜 提菜框 逛逛菜市 比空着手六弯 要好白相 到一个新地方 我不爱逛百货商场 却爱逛菜市 菜市 更有生活气息一些 买菜的过程 也是构思的过程 香炒一盘 雪里红冬笋 菜市场 冬笋卖完了 却有新到的 荷兰豌豆 只好临时改系 做菜 也是一种 轻量的运动 洗菜 切菜 炒菜 都得站着 这样对成天 服案的人 可以改换一下 身体姿势 是有好处的 做菜代客 须看对象 聂华龄 保罗 安格尔夫妇 到北京来 中国作协 不知是哪一位 突发奇想 在宴请几次后 让我在家 做几个菜 招待他们 说是这样 别致一点 我给做了几道菜 其中 有一道 煮干丝 这是淮阳菜 华令是湖北人 年轻时是吃过的 但在美国 不易吃到 他吃得非常惬意 连最后 剩的一点汤 都端起碗来 喝掉了 不是这道菜 如何稀罕 我只是有意 逗引他的 故国相情儿 台湾女作家 陈一珍 到北京来 指明 要我给他 做一回饭 我给他 做了几个菜 一个是干烧小萝卜 我知道台湾 没有洋花萝卜 那几天 正是北京小萝卜 长得最足最嫩的时候 这个菜 连我自己吃了 都很惊诧 味道鲜甜如此 我还给他 炒了一盆 云南的干巴笋 台湾 咋会有干巴笋呢 他吃了 还剩下一点 用一个塑料袋包起 说带到宾馆去吃 如果我给云南人 炒一盘干巴笋 给扬州人 煮一碗干丝 那就成了鲁迅 请曹敬华 吃试双糖了 做菜 要实践 要多吃 多问 多看 多做 一个菜点 得试烧几回 才能掌握 咸淡火候 冰糖肘子 腐乳肉 何时把软入味 只有神而明知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赋予想象 想得到才能做得出 我曾用家乡拌祭菜法 凉拌菠菜 拌的菠菜 入开水锅 炒至断生 捞出 去根切碎 入少盐 挤去汁 与香肝细丁 虾米 蒜末 姜末一起 在盘中 传成宝塔状 上桌后 淋以麻酱 油 醋 推倒拌云 有鱼窑作家 长厚 说是 很像马篮头 这道菜 成了我家 带不速之客的 应急的保留节目 有一道菜 敢称 是我的发明 塞肉回锅油条 油条切段 寸半许长 肉馅剁至成泥 入细葱花 少量榨菜 或酱瓜末拌匀 塞入油条段中 入拌开油锅 虫炸 嚼之酥脆 真可生动实力人 我很欣赏 杨韵 报孙会宗书 天彼南山 无惠不至 众一请斗 落而为丧 人生行乐而 许富贵何时 人生行乐而 许富贵何时 说得何等潇洒 不知为什么 汉宣帝竟淹死 把他腰斩了 我一直想不透 这样的话 也不许说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汪曾祺精品散文集 万物可期 人间值得 下集更精彩 光阴里有多少故事 人世间就有多少个 值得活着的理由 欢迎收听汪曾祺 精品散文集 万物可期 人间值得 演播紫云金石雕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您的订阅收听 书画自鱼 中国作家将在封二 发作家的话 拿去我的衣服 还要写几句 有关作家画的话 写了几句诗 我有一好处 平生不整人 写作颇勤快 人间送小温 或使有家姓 身指画方春 草花随目见 鱼鸟略似针 唯求俗可耐 宁记固为心 只可自一跃 不堪持赠君 君若亦欢喜 邪归尽一尊 诗痕浅 不需注视 但可深说两句 给人间送一点 小小的温暖 这大概可以说 是我的写作的态度 我的画画 更是浅性而已 我很欣赏宋人诗 四十家兴与人同 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 我不会下棋 不爱打博客打麻将 偶尔喝了两杯酒 一时兴起 便裁出一张宣纸 随意画两笔 所画多是方春 对生活的喜悦 我是画花鸟的 所画的花都是平常的花 北京人把这样的花叫草花 我是不种花的 只能画我在街头 墨上 公园里看得很熟的花 我没有画过素描 也没有临摹过多少徐清腾 陈白阳 只是以异为之 我很欣赏齐白石的画 太似则魅俗 不似则七世 我画鸟 我的女儿称之为 大嘴长眼鸟 我画得不大像 不是有意求其不四 食音功夫不到 不能四儿 但我还是希望能四的 当代文人画多有 烟云满指 力求怪诞者 我不禁要想起 齐白石的话 这是不是七世 说了归齐 我的画画自鱼而已 只可自一跃 不堪持赠君 是照搬了桃红井的原具 我进层到永家去了一次 游了桃宫洞 觉得桃红井 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他是道教的重要人物 其思想的基础是老庄 接受了神仙道教影响 又吸取了佛教思想 他又是个药物学家 且擅长书法 他留下的诗不多 最著名的是 赵问山中何所有 附诗已答 山中何所有 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一跃 不堪持赠君 一个人一辈子 留下这四句诗 也就可以不朽了 我的话 也只是白云一片 一片而已 您正在收听的是 汪曾祺精品散文集 万物可欺 人间值得 下集更精彩 光阴里有多少故事 人世间就有多少个 值得活着的理由 欢迎收听 汪曾祺精品散文集 万物可欺 人间值得 演播紫云金石雕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您的订阅收听 跑警报 西南联大 有一位历史系教授 听说是雷海宗先生 他开的一门课 因为讲授多年了 已经背得很熟 上课前无需准备 下课了 讲到哪里算哪里 他自己也不记得 每回上课 都要先问学生 我上次讲到哪里了 然后就滔滔不绝地 接着讲下去 班上有个女同学 笔记记得最详细 一句话不落 雷先生有一次问他 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 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来 看了看说 你上次最后说 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 我们下课 这个故事说明昆明警报之多 我刚到昆明的头二年 1939 1934年 三天两头有警报 有时每天都有 甚至一天有两次 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 有防空力量 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 有时静置在头一天广播 明天将有27架飞机来昆明轰炸 日本的空军指挥部 还真是言而有信 说来 说来准来 一有警报 别无他法 大家都往郊外跑 叫做跑警报 跑和警报连在一起 构成一个词语 细想一下 是有些奇特的 因为所跑的 并不是警报 这不像跑马 跑生意那样通顺 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 谁都懂 而且觉得很合适 也有叫逃警报 或躲警报的 都不如跑警报准确 躲太消极 逃又太狼狈 唯有这个跑字 与紧张中透出从容 最有风度 也最能表达 丰富生活的内容 有一个姓马的同学 最善于跑警报 他早起看天 只要是万里无云 不管有无警报 他就背了一壶水 带点吃的 夹着一卷温飞清 或李商隐的诗 向郊外走去 直到太阳天息 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 才慢慢地回来 这样的人不多 警报有三种 如果在四十多年前 向人介绍警报有几种 会被认为有神经病 这是谁都知道的 然而对今天的青年 却是一项新的课题 一约预行警报 联大有一个姓侯的同学 原系航校学生 因为反应迟钝 被淘汰下来 读了联大的哲学心理系 此人对于航空旧情不忘 曾用黄色的标语纸 贴出巨广告 举行学术报告 批阅防空常识 他不知道为什么对警报特别敏感 他正在听课 忽然跑了出去 站在新校舍的南北通道上 扯起嗓子大声喊叫 现在有预行警报 五华山挂了三个红球 可不 抬头望南一看 五华山果然挂起 三个很大的红球 五华山是昆明的制高点 红球挂出 全世界见 我们一直很奇怪 他在教室里正在听讲 怎么会感觉到 五华山挂了红球呢 教室的门窗 并不都正对着五华山 一有预行警报 市里的人就开始向郊外移动 住在翠湖以北的 多半出北门或大西门 出大西门的四游多 大西门外 越过连大新校门前的公路 有一条由南向北的 用浑圆的石块铺成的 宽壳五六尺的小路 这条路据说是易道 一直可以通道滇西 路在山沟里 平常走的人不多 常见的是驮着盐巴 碗塘或其他货物的 马帮走过 赶马的马锅头 侧身坐在木庵上 从指缝里 嘶嘶地吹出口哨 我低声唱着成功调子 哥那个在智高山 那个放呀放放牛 妹那个在智花园 那个书那个书书头 哥那个在智高山 那个招呀招招手 妹那个在智花园点 那个点点头 这些走长道的马锅头 有他们的特殊装束 他们的短挂外 都套了一件白色的羊皮背心 脑后挂着七步的梁帽 脚下是一双厚牛皮底的 草鞋状的凉鞋 鞋帮上大都绣了花 还盯着亮晶晶的鬼眨眼亮片 这种鞋似只有马锅头穿 我没见从事别种行业的人穿过 马锅头压着马帮 从这条斜阳古道上走过 马象铃哗愣哗愣地响 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 有时会引起远克的游子 一点淡淡的香愁 有了预行警报 这条古一道就热闹起来了 从不同方向来的人都涌向这里 形成了一条人河 走出一截 离市较远了 就分散到古道两旁的野山 各自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待下来 心平气和地等着 等空袭警报 连大的学生见到预行警报 一般是不跑的 都要等听到空袭警报 气笛声一短一长才动身 新校舍北边围墙上有一个后门 出了门过铁道就是野山了 要走完全来得及 所以雷先生才会说 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 只有预行警报 连大师生一般都是照常上课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汪曾祺精品散文集 万物可欺 人间值得 下集更精彩 光阴里有多少故事 人世间就有多少个值得活着的理由 欢迎收听汪曾祺精品散文集 万物可欺 人间值得 演播紫云金石雕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您的订阅收听 跑警报 大都没有准地点 满山遍野 但人们也有习惯性 跑惯了哪里 愿意上哪里 大多是找一个坟头 这样可以靠靠 昆明的坟 多有碑 碑上除了刻下坟主的名讳 还刻出某山某项 并开出坟营的四制 这风俗我在别处还未见过 这大概也是一种古风 说是漫山遍野 说是漫山遍野 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 古异道的一侧 靠近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 有一片马尾松林 这就是一个点 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 有一片碑绿的马尾松 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 很软和空气好 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枝气味 晒着从松枝间露下的阳光 或仰面看松树上面 蓝的要低下来的天空 都极舒适外 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灵吃 昆明做小买买的有了警报 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 五味俱全什么都有 最常见的是丁丁堂 丁丁堂即麦芽堂 也就是北京人 剂造用的关东糖 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 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 放在四方的木盘上 有人掏钱要买 糖饭即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 掀入糖边 然后用一个小小的铁锤 一击铁片 叮着一声 一块糖就阵裂下来了 所以叫做丁丁堂 其次是炒松子 昆明松子极多 个儿大 皮薄 人儿薄 很香 也很便宜 我们有时能在松树下面 捡到一个很大的成熟了的生的松球 就掰开临半 一颗一颗的吃起来 那时候我们的牙都很好 那么硬的松子壳 一刻就开了 另一期终点比较远 得阳谷一道走出四五里 一道右侧 较高的土山上 有一横段的山沟 沟深约三丈 沟口有两丈多宽 沟底也宽有六七尺 这是一个很好的天然防空洞 日本飞机若是投弹 只要不是直接命中 落在沟里 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 弹片也不易崩进来 机枪扫射也不要紧 沟的两臂是死角 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 有人常到这里 就利用闲控 在沟壁上 绣了一些私人专用的防空洞 大小不等 形式不一 这些防空洞 不仅表面光洁 有的还用碎石子 或碎瓷片 献出图案 献成对联 对联大多有新意 我至今仍记得两幅 一幅是上联 人生几何 下联 恋爱三角 一幅是上联 见机而动 下联 入土 回安 对联的限赘者的闲情意志 是很可叫人佩服的 前一幅 也许是有感而发 后一幅 却是计时 警报有三种 预行警报 大概是表示 日本飞机已经起飞 拉空袭警报 大概是表示 日本飞机进入云南省境了 但是进云南省 不一定到昆明来 等到汽笛 拉了紧急警报 连续短音 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来的 空袭警报到紧急警报之间 有时要间隔很长时间 所以到了这里的人都不忙下沟 沟里没有太阳 而且过早的像云岗石佛似的坐在洞里 也很无聊 大都先在沟上看书 闲聊 打桥牌 很多人听到紧急警报 还不动 因为紧急警报后 日本飞机也不定准来 常常是折飞到别处去了 要一直等到看见飞机的影子了 这才一咕噜站起来 下沟 进洞 连大的学生 以及住在昆明的人 对警报太有经验了 从来不仓皇失措 上举的前一副对联 或许是一种泛泛的感慨 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 连大同学跑警报时 成双作对的很多 空袭警报一响 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 有时还提着一点点心 吃食 饱猪梨 花生米 他等的女同学来了 嗨 于是 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 跑警报说不上是 同生死共患难 但隐隐约约 有那么一点危险感 和看电影六脆胡时不同 这一点危险 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 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 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 表现一点歧视风度 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所说 一来医得严好 二来又照顾了郎中 这是凑四合六的买买 从这点来说 跑警报是颇为罗曼提克的 有恋爱就有三角 有失恋 跑警报的队并非总是固定的 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 两人吹了 队就要重新组合 写那副对联的 大概就是一位被甩的男同学 不过也不一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汪曾祺精品散文集 万物可期 人间值得 下集更精彩 光阴里有多少故事 人世间就有多少个值得活着的理由 欢迎收听汪曾祺精品散文集 万物可期 人间值得 演播紫云金石雕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您的订阅收听 警报时间有时很长 长达两三个小时 也很腻稳 紧急警报后 日本飞机轰炸一臂 人们就轻松下来 不一会儿 解除警报响了 弃笛拉长音 大家就起身拍拍尘土 络绎不绝地返回市里 也有时 不等解除警报 很多人就往回走 天上起了乌云 要下雨了 一下雨 日本飞机不会来 在野地里 被雨淋湿可不是事 一有雨 我们有一同学 一定是一马当心往回奔 就是前面所说 那位报告预行警报的姓侯的 他奔回新校舍 到各个宿舍搜罗了很多雨伞 放在新校舍的后门外 见有女同学来 就递过一把 他怕这些女同学哀临 这位侯同学长得五大三粗 却有一副贾宝玉的心肠 大概是上了吴宇僧先生的《红楼梦》的课 受了影响 侯兄送伞已成定例 警报下雨一次不落 文明全效 贵在有恒 这些伞等雨柱后 他还会到男院女生宿舍去脸回来 再归还原主的 好警报 大都要把一些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 最方便的是金子 金戒指 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 曾经做了这样的逻辑推理 有人带金子 必有人会丢掉金子 有人丢金子 就会有人捡到金子 我是人 故我可以捡到金子 因此 刨警报时 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 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 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 逻辑推理 有此妙用 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月林先生 所未料到的 连大师生刨警报时 没有什么可待 因为身无常物 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 或一册论文的草稿 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 每次刨警报 总要提一只很小的手提箱 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 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 情书 他把这些情书视入生命 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 没有什么不能看的 因为没有叽叽我我的肉麻的话 只是一个聪明女人 对生活的感受 文字很俏皮 充满了英国式的机制 是一些很漂亮的IC 也就是散文 字也很秀气 这些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 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 现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 可惜 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 人长得就像他写的那些信 连大同学也有不刨警报的 据我所知 有两人 一个是女同学姓罗 一有警报 他就洗头 别人都走了 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 他可以敞开来洗 要多少水 有多少水 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 姓邓 他爱吃莲子 一有报警 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 到锅炉火上去煮莲子 警报解除了 他的莲子也烂了 有一次 日本飞机炸了莲大 昆中北院 南院都落了炸弹 这位老兄听着炸弹 乒乒乓乓在不远处的地方爆炸 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 神色不动地搅合他的冰糖莲子 抗战期间 昆明有过多少次警报 日本飞机来过多少次 无法统计 自然也死了一些人 毁了一些房屋 就我的记忆 大东门外 有一次日本飞机机枪扫射 田地里死的人较多 大西门外小树林 曾炸死了好几匹 托木柴的马 此外 死无较大的伤亡 警报 轰炸 并没有使人产生血肉横飞 一片焦土的印象 日本派飞机来轰炸昆明 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 用意不过是瞎唷瞎唷昆明人 施加威胁 使人产生恐惧 他们不知道 中国人的心里是有很大的弹性的 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 我们这个民族 长期以来生于忧患 已经很皮实了 对于任何促然而来的灾难 都用一种如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 这种如道互补的真随 即不在乎 这种不在乎精神 是永远争不服的 为了反应不在乎 做跑警报 您正在收听的是汪曾祺精品散文集 万物可欺 人间值得 下集更精彩 光阴里有多少故事 人世间就有多少个值得活着的理由 欢迎收听汪曾祺精品散文集 万物可欺 人间值得 演播紫云金赤雕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您的订阅收听 桃花园记 汽车开进桃花园 车中一眼看见一棵桃树上还开着花 只有一枝五六朵 痛红的如同胭脂 十一月天气 还开桃花 这四五朵红花 似乎想努力地证明 这里确实是桃花园 有一位原来也想和我们一同来看看桃花园的同志 听说这个桃花园是假的 就没有多大兴趣 不来了 这位同志真是太天真了 桃花园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桃花园记是一篇寓言 中国有几处桃花园 都是后人根据桃花园施并记附会出来的 先有桃花园记 然后有桃花园 不过如果要在中国选出一个桃花园 这一个应该有优先权 这个桃花园在湖南桃园县 桃园就属武陵 而且这里有一条小溪直通沉江 桃园明的桃花园记不是这样说吗 进太园中 武陵人捕鱼为业 园西行望路之远近 刚放下旅行包 文化局的同志就来招呼去吃擂茶 而擂茶之名久矣 此来一半喂擂茶 没想到下车后 第一个节目便是吃擂茶 当然很高兴啊 茶叶 老姜 芝麻 米 加盐 放在一个擂波里 用硬杂木做的雷棒雷成细末 用开水冲开 便是擂茶 吃擂茶时 还要摆出十几个碟子 里面装的是炒米 炒黄豆 炒绿豆 炒包谷 炒花生 沙炒红薯片 油炸锅巴 泡菜 酸辣擂头 边喝边吃 擂茶别具风味 连喝几碗浑身舒服 佐茶的茶食也都很好吃 垒头尤其好 我吃过的垒头多饮 江西的 湖北的 四川的 但都不如这里的 又酸又甜又辣 桃园瓦垒头 滋味之浓 实为天下惯 桃园人都爱喝垒茶 有的农民家 夏天中午不吃饭 就是喝一顿垒茶 问起垒茶的来历 说是 诸葛亮带兵到这里 士兵得了瘟疫 便请明医 医治无效 有一个老婆婆说 我会治 她熬了几大锅垒茶 说 喝吧 士兵喝了垒茶 都好了 这种说法 当然也只好 姑且听之 诸葛亮 有没有带兵 到过桃园 无可计考 根据印象 这一带在三国时 应是无国的地方 若说是 鲁肃或周瑜的兵 还差不多 我总怀疑 这种喝茶法 是宋代传下来的 都城圣祭 有一本书在 杭州人一天吃三十丈木头 指的是每天消耗的 雷锤的表层木质 雷锤大概就是 桃园人所说的雷棒 一天吃三十丈木头 形容杭州人口之多 雷锤可以雷别的东西 当然也可以雷茶 雷这个字 是从宋代沿用下来的 雷者 雷而戏之之未也 跟雷谷的雷不是一个意思 茶里放江 建于水浮传 王婆家就有这种茶卖 水浮传第24回写道 便浓浓地点两盏姜茶 将来放在桌子上 从字面看 这种茶里 有茶叶 有姜 至于还放不放别的什么 只好却闻了 反正王婆所卖之茶 与桃园雷茶 有某种渊源 是可以肯定的 湖南省不少地方 喝芝麻豆子茶 即在茶里 放炒熟且碾碎的 芝麻 黄豆 花生 也有放姜的 好像不加盐 茶叶则是整的 并不雷系 而且 喝干了茶水 还把叶子捞出来 放进嘴里 嚼嚼吃了 这可以说 是雷茶的 狄堂兄弟 湖南人爱吃姜 十多年前 在李陵 刘阳一带旅行 公共汽车一到站 就有人拖了一个瓷盘 里面装的是 插在牙签上 切的薄薄的姜片 一根牙签上 插五六片 卖于过客 本地人掏出脚把钱 买的几串 就坐在车里吃起来 像吃水果似的 大概 处地卑诗 故乡人保存了 不撤僵食的习惯 生姜 茶叶 可以治疗某些外感 是一般的 本草书上都讲过的 北方的农村 也有把茶叶 芝麻 一同放在嘴里 生嚼 用来发汗的偏方 因此 说雷茶最初 起于医治士兵的实证 不为武银 您正在收听的是汪曾祺精品散文集 万物可期 人间值得 下集更精彩 光阴里有多少故事 人世间就有多少个值得活着的理由 欢迎收听汪曾祺精品散文集 万物可期 人间值得 演播紫云金石雕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您的订阅收听 上午在山上桃花灌里看了看 进门是一正殿 往后高处是古隐君子之堂 两侧各有一座楼 一名聂丰 用桃源名 怨言聂清风诗意 一名玩乐 用刘雨昔顾时 楼皆三面开窗 后为墙壁 颇小巧不俗气 灌里的建筑都不甚高大 疏疏朗朗 虽有道观 却无甚道士气 既没有一气化三清的坐像 也没有伸着手掌 放掌心雷降妖的张天师 迎联颇多 连与多隐阔桃花园记词句 也与道教无关 这些迎联在文化大革命中 由一看山的老人摘下 藏了起来 没有交给破四旧的红卫兵 故能完整地重新挂出来 也算万兴了 下午下山 去钻了秦人洞 洞口倒是有点像 桃花园记所写的那样 山有小口 仿佛若有光 出几霞 才通人 洞里有小小流水 深不过人脚面 然而 源源不竭 蜿蜒流至山下 走了十几步 豁然开朗了 但并不是土地平矿 乌涩延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鼠 千墨交通 鸡犬相闻 后面有一点平地 也有一块稻田 田中插一木牌 写着千秋田 实际上只有两间房子那么大 是特意开出来 种了稻子应景的 有两个水池子 山上有一个雷茶管 再后就又是山了 如此而已 因此 不少人来看了 都觉得失望 说是不像 这些同志也真是天真 他们大概还想遇见几个 避乱的秦人 请到家里 射酒杀鸡 来招待他一番 这才满意 看了秦人洞 便由巷路下沾 山下有方竹亭 亭及古拙 四面有门而无窗 墙甚厚 拱顶无梁柱 云是明石所住 似可信 亭后就有方竹 为国民党的兵砍尽 竹子这个东西 每隔三年 需山砍一次 不则疾死 然亦不能砍尽 砍尽则不复掌 现在方竹亭后 仍有一层细竹 导游的说明牌上说 这竹子看起来是圆的 摸起来是方的 摸了摸 似乎有点冷 但一切竹竹 但一切竹竹 似皆不尽浑源 这一层细竹是补重来应景的 和我在成都 薛涛景旁所见方竹不同 那是真正的角四方的 方竹亭前原来有很多碑 文化大革命中都被红卫兵捶碎了 剩下一些石头乌龟 昂着头空空地坐在那里 据说有一块明朝的碑 字写得很好 不知还能不能找到踏本 旧的碑毁掉了 新的碑正在造出来 就在碎碑残骸不远处 有几个石工正在丁丁地啄置 一个小伙子在一块桃圆石的巨碑上浇了水 用一块油石再慢慢地磨着 碑石绿如爱叶很好看 桃圆石很硬 磨起来很不容易 问磨这样一块碑得用多少工 好多工啊 哪小的呢 反正磨光了算 这回答真有点无怀世之民的风度 晚饭后 管理处的同志摆出了纸墨笔案 请求写几个字 把上午吃雷茶时想出的四句诗写给了他们 红桃层召称秦时月 黄菊重开桃令花 大乱十年成一梦 与君安坐 吃雷茶 晚宿旁观的小招待所 栏杆外面竹树萧然 极为幽静 桃花园虽无真正的方竹 但别的竹子都可看 竹子都长得很高 桀子也长 竹叶细碎 姗姗可爱 真是所谓修竹 树都不粗壮 而都甚高 大概树都是从谷底长上来的 为了勾得着日光 就把自己拉长了 竹叶间有小鸟穿来穿去 例如竹叶才一寸多长 修竹山山 竭子成 山中高树 已成霜 荆霜竹树 皆无雨 小鸟啾啾 未底盲 晨起 至桃花灌门外闲跳 下起了小雨 山下鸡鸣 相应答 林间鸟雨 自高低 芭蕉夜响 枝来雨 已绝清流 障小夕 坐了一日武陵人 临去 看那个小伙子磨的石碑 似乎进展不大 门口的桃花 还在开着 您正在收听的是 汪曾祺精品散文集 万物可期 人间值得 下集更精彩 光阴里有多少故事 人世间就有多少个 值得活着的理由 欢迎收听汪曾祺精品散文集 万物可期 人间值得 演播紫云金赤雕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您的订阅收听 岳阳楼记 岳阳楼值得一看 长江三盛 藤光葛黄可楼都没有了 就剩下这座岳阳楼 岳阳楼最初是唐开园中 中书令张岳所建 但在一般中国人印象里 它是藤子经建的 藤子经之所以出名 是由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中国过去的读书人 很少没有读过岳阳楼记的 岳阳楼记 一开头就写道 庆历四年春 藤子经折首八陵郡 岳明年 正通人和百废巨星 虽然范记写得很清楚 这藤子经不过是重修岳阳楼 增其旧旧 然而大家不慎注意 总以为这是藤子经建的 岳阳楼和藤子经这个名字就分不开了 藤子经一生做过什么事 大家不会理会 只知道他修建了岳阳楼 好像他这辈子就做了这一件事 藤子经因为岳阳楼而不朽 而岳阳楼又因为范中烟的遗迹而不朽 若无范中烟的岳阳楼记 不会有那么多人知道岳阳楼 有那么多人对他向往 岳阳楼记通篇写得很好 而尤其为人传颂的是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两句名言 可以这样说 岳阳楼是由于这两句名言 而名闻天下的 这大概是藤子经始料不及 亦为范中烟始料不及的 这位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的范老子的事迹 大家也多不慎了了 他流传后世的除了几首词 最突出的便是一篇岳阳楼记 和记里的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孕育了很多后代人 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品德的形成 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匹肤而为百世诗 亦言而为天下乏 乌乎 丽兰的价值之重 且大义 可不甚在 写这篇记的时候 范中烟不在岳阳 他被贬在邓州 积金河南邓县 而且听说他根本就没有到过岳阳 记中对岳阳楼四周景色的描写 完全出出想象 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他没有到过岳阳 可是比许多久住岳阳的人看到的还要真切 岳阳的景色是想象的 但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 却是经久考虑 处于胸义 真实的 深刻的 看来 一篇文章最重要的是思想 有了独特的思想 才能调动想象 才能把在别处所得到的印象 概括集中起来 范中烟虽然可能没有看到过洞庭湖 但是他看到过很多巨寝大泽 他是无线人 太湖是一定看过的 我很怀疑他对洞庭湖的描写 有些是从太湖印象中借用过来的 现在的岳阳楼早已不是腾子经重修的了 这座楼烧掉了几次 据八陵县志载 岳阳楼在明崇祯十二年毁于火 推官曹宗孔重建 清顺治十四年又毁于火 康熙二十二年由知府李玉石 知县赵世炎捐资重建 康熙二十七年又毁于火 直到乾隆五年由总督班帝集资修复 因此范济所云 刻唐贤金人师父于其上已不可见 现在楼上刻在檀木屏上的岳阳楼记系张兆所书 楼里的大部分营莲是到处写字的道州和少基写的 张合接乾隆监人 但是人们还相信这是滕子经修的那座楼 因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实在太深入人心了 也很可能后来两次修复都还保存了藤楼的旧样 九百多年前的规模格局 至今犹能得起仿佛 似可贵矣 您正在收听的是汪曾祺精品散文集 万物可期 人间值得 下集更精彩 光阴里有多少故事 人世间就有多少个值得活着的理由 欢迎收听汪曾祺精品散文集 万物可期 人间值得 演播紫云金赤雕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欢迎您的订阅收听 我在别处没有看见过一个像岳阳楼这样的建筑 悬楼为四柱三层窥顶的纯木结构 主楼三层高十五米 中间以四根楠木巨柱从地到顶 成合全楼大部分重力 再用十二根宝柱作为内围 外围绕以十二根岩柱 彼此牵制结为整体 全楼纯用木料构成 豆缝对笋 没用一丁一毛一块砖石 楼的结构精巧 但是看起来端壮雄魂落落大方 没有搔手弄姿的小佳气 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上很压得住 很有气魄 岳阳楼本身很美 尤其美的是他所占的地势 藤王高阁 临江主 看来和长江是有一段距离的 黄鹤楼在舌山上 青山丽丽 芳草七七 以俯看 以远眺 楼在江之上 江之外 江自江 楼自楼 岳阳楼则好像直接从洞庭湖里长出来的 楼在岳阳西门之上 城门口即是洞庭湖 抚在楼外女墙上 好像洞庭湖游在脚底 丢一个石子就能听见谁响 楼与湖是一整体 没有洞庭湖 岳阳楼不称其为岳阳楼 没有岳阳楼 洞庭湖也就不能称其为洞庭湖了 站在岳阳楼上 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湖中帆船来往 鱼歌互答 可以扬声与周中人说话 同时又可远看浩浩荡荡 横无济涯 北通乌霞 南极萧香的湖水 远近闲疑 皆可悦目 气征云梦泽 波汉 岳阳城 并非虚语 我们登岳阳楼那天下雨 游人不多 有三四疾风 洞庭湖里浪不大 没有起白花 本地人说不起白花的是波 起白花的是涌 波和涌有这样的区别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这可以增加对于洞庭波涌连天雪的 一点新的理解 夜读岳阳楼诗词选 读多了有千篇一律之感 最有气魄的还是孟浩然那一联合杜甫的 吴楚东南彻 乾坤日夜福 刘雨昔的 遥望洞庭山水翠 白银盘里一青罗 画大境界为小景另辟西境 许唐因为洞庭一诗 当时号称许洞庭 但四顾已无地 中流忽有山 只是宫巧而已 藤子京的临江仙 把气征云梦泽 汉波岳阳城 曲中人不见 江上树风青 整具地搬了进来 未免过于省事 吕洞斌的绝句 很有点仙气 但我怀疑这是伪造的 青人陈玉元 岳阳楼师友聚云 看戏中魂无处电 却叫羽克聚华营 他主张岳阳楼上 当奉屈左徒为宗主 把楼上的吕洞斌塑像 请出去 我准备偷他一票 写得最美的 还是屈大夫的 鸟鸟兮秋风 洞庭波熙木叶下 两句话 把洞庭湖就写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汪曾祺精品散文集 万物可期 人间之德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